那么我们请那个Frank吧,Frank来分享他,Frank是我们experienced CRM的professional啊,他有一个整个的一个求职,一个成长的过程,让他们给我来分享他一些,一些宝贵的经验吧。 大家好,那个我是很幸运,实际上是杨老师这个,这个,这个CRM这个系列课程第一期学,然后。 我本身是,以前是技术背景,但是编程那个背景不是很强,在IT行业也干了很多年,但是,然后了解到这个,这个CRM这个产品,结合自己以前的背景能比较感兴趣,所以决定学这个东西。 嗯,学了大概三个月,然后,我本身是这种技术出身,所以找工作的时候,嗯,一开始,就是比较tough那种,一开始挺,挺frustration的。 就是,因为说实话,那个,呃,就是这一方面的培训的这种,这种学校不是太多,对这个行业实际上也不是太了解。 那时候只是,完全说实话,就完全在黑暗中摸索的一种感觉。 嗯,一开始不是太顺利,嗯,头一两个月吧,有面试,而且一开始简历发出去了之后,电话打,就是agent,不管是agent还是雇主,这个打电话挺多。 然后有的,有的,有的是打打电话问了一下呢,就没有下班了。 有的呢,有几次,然后有有几次小的雇主的面试,但是,呃,他也是没有下班,那个大概有那么,第一个月的时候就是那种,那种感觉。 所以我,我自己呢,就,就暂停了一下这个找工作,然后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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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新学了一些东西。 基本上,因为我本身,这种技术出身的人呢,可能就是,呃,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呃,不是太能吹,不是太能这个,在面试的时候可能表现的东西不是太多。 然后我们同期的学员,我知道就是,如果敢表现自己的话,可能技术水平不一定比我强,但是,呃,也能拿到比较好的off。 但是我个人呢,就是,还是,又学了一下技术,然后,后面又找了两个月。 嗯,那时候面试的数量并不是太多,但是,反而能,最后能,能抓到一些机会。 而且,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可能,三个月的时候是一个,是一个坎儿,然后经过这个,在那个时候,如果拿不到机会的时候,就感觉确实对自己也有个怀疑。 然后对自己这个选择的方向也有怀疑。但是,呃,我之前,学别的这个这个,就是说,方向的时候也有,同学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你越是感觉可能希望不大的时候,这个,反而那时候机会可能就,就来了。 所以,这个,很难,就是说,还是得自己自身努力一下运气吧,都有。 但是,如果是说,确实喜欢这个方向,选,就是选定这个方向的话,想,只要坚持,呃,总会有,总会有收获,这个是肯定。 然后,我不知道其他具体的还需要。 当然有个问题,你当时提问几个月,就是你三个月到的,然后你提问几个月? 两个月吧。 提问两个月,然后再提到。 对。 你前面说,你那个小窩子有很多问题,对吧? 差别是后会,我没有问你,才没有参加起来。 所以这要是跟你说话,我要问你多了。 呃,这个一般都是,一开始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就问你。 就参考了。 对。 嗯,对,我记得是,因为我那些,基本上都是,就是,有中介的一个雇主的。 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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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对,中介一般会打电话的时候,先问你,参考,参考。 然后雇主的呢,就不一定了。雇主是,就是,先看了你profile,比较感兴趣的话。 一般HR先给你打个电话,感觉一下你的沟通,然后, 然后,再安排下一步的面试,技术面试。 然后,工作当中实际上遇到的技术,说实话,可能还真没有学的那么深。 嗯,那看你的具体的那个机会,有的是那个IT部门的那个Manager。 然后有的是,有的这种Manager呢,可能是做那种Infrastructure出身的,他可能就不是太懂。 有的如果是做ApplicationDeveloper出身的,他会就比较懂。 这个每个Case不一样。 对,确实是面试当中。 你拿到ApplicationDeveloper的盖子团,你先来做新的,因为你不敢做什么。 拿到盖子团,有些需要问题。 可能有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是吃了这方面就可以。 你是说你先那个,找,先学了三个月,然后分间是找一个,这方面就停了两个月,然后再找两个月。 对,对,对,得有个思想准备,这个东西不是无,看个人运气吧。 有的同学也是这个刚学完没多久,然后可能还没怎么学明白了,就能拿到我。 然后我这种是,那就是这个过程。 你面试当中有哪些问题,就这么多面试的话,在CM当中的话, 就你感觉的话,这么多前面的,前三个或前五个,比较那个,觉得比较为难回答的, 涉及到CM这边的一些问题,有共存的。 你可能因为是去年的事,我特意。 具体的想,他我记得没有特别tough的技术上的问题,或者是说,你面试的时候,你感觉很smooth。 当然,我BA和developer都找,感觉市场上可能developer机会稍多一点。 但是我的感觉是你面试的时候,不是太能感觉出来,因为雇主他问你什么的,都是很smooth。 不管你回答的好坏,都是很smooth。 你最后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你回答的不好。 他会照顾你的面子,但是你自己,只能说自己回去猜测一下或怎么样。 我也感觉是。 那最后那一次,你成功的那一次,你加一加聚集,加一加那个, 就是说,我用于你那个公司跟前面的一些面试,有没有什么区别?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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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确实,我就说,努力加运气嘛。 最后那个,相对来说,面试算是比较简单。 他问的技术问题不多。 然后HR,也有HR的人,也有技术的人。 然后HR问,一开始问了点问题。 然后,可能因为前面有很多次面试,所以HR的问题感觉相对反而容易。 然后技术的问题呢,可能他没有问的太深吧。 然后就,然后那时候也,我记得就是,因为跟杨老师做的那个项目, 然后回答几个上面用的那个项目,用到几个技术点。 他们也觉得可以。 那个面试,就是总体感觉就是相对比较简单也比较短。 嗯,他想问的用什么JavaScript的预约完成什么功能啊。 对。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工作都是主要工作的哪些方面,哪些工作内容啊? 呃,这个是因为是个小公司,这个我整个负责CRM的所有东西。 然后Customization,然后Reporting,Integration,都有一点。 但是Integration不多。 然后,嗯,主要是这个Customization和Reporting。 然后Customization,这个它因为是小公司,基本上就是这个这个President和CEO,他们,他们来主要提一些需求。 他们总是因为因为他们是经营的这个主导者。 所以他们对这个系统的一些用一些感觉哪需要改啊,需要他们需要改进的东西。 他们会主要提出来。 然后其他部门呢,更多的是一些英文当中遇到一些问题。 他会做让你做trouble shooting。 因为那个老板他实际上本身就管Sales,所以你不管Sales。 对,所以各种需求。 最后反映出来就是他来,他来下达一个这个。 对,对,对,对。 实际上他没工作的话就是以一个在乎整个这样的管理。 对。 开发。 他等于是这样的Admin。 Admin,对吧。 对。 小公司吗? 六七十个人。 不知道今天怎么产品? 什么类型的产品? 什么意思? 公司的产品? 公司的产品,跟CRM没关系吗? 它是用美国,所以我发的Sales都有。 CalesMapping。 三块都有,对吧。 对,他Service用的不多。 小生的Sales。 想得上吗? I promise. 什么意思?都要有一个。 公司100个人,只有54个C Ark,只有58000. 这根据美国公司管理风格的一样吗? 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把整个过程的两个话给大家研究学习, 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学习中,整个一个学习的路径,一些体会, 还有在求职的过程中,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因为它是两个不一样的机会, 不是完全一样的机会,就像你说的,有的只是学了一点点,没准备拿到, 你非常能做,但是你却经历了一些时间,所以这两个有什么体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学习的路径,我觉得只要跟着这个杨老师的指导就行, 就是说,这个这点就是说不要怀疑,然后不要说自己, 只要跟着杨老师的这个指导,然后把他教的东西能真正掌握的话, 这个求职肯定是够的,而且包括求职之后的一些应用, 因为你有些东西可能求职,就是说真正工作当中, 他一时半会儿就用不上,你只要有的东西有点印象, 然后可能他说不定哪天需要有什么这个方式,才会提到, 然后求职过程中的这个,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吧? 你应该找那种,即使是学的不是太预备,但是照样能拿到offer那种, 我觉得,我相信大家更喜欢那种一个章谱。 我觉得这是标普的一个章谱,我其实十年前我刚才跟你一样, 我那时候连着招待才,招待才2.0,我也是花了半年才找到的, 我原来已经有了地方公司,然后后面拿了一家真正花了半年了, 然后不停的去面试,然后我再把招待才2.0正初考完, 然后也经过无数试验试,然后其实面试也都越到后来越试过试, 所以可以试一下,它就是这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你都很熟了, 其实说白了,我们这种人不太上语表现,也不太上语表达, 然后本来外文英语又差,然后你觉得你清楚,但是你说不清楚, 所以确实也经过无数试试。 然后我最后找到一个还不是做SB downlight的人, 最后找到一个是做classic SPSD, 然后他有打算的模糊造到来的那个, 10年前,其实早不太会说的了,我觉得早半年很正常, 然后我另外一个同学他跟我说他是一样的, 他那个时候他也找到结婚工作,然后他第二份工作花了9个月。 OK,他第一份工作工作多少时间啊? 大概也有半年时间了,所以这个不是有那些, 你如果看那些什么外语学过的文科毕业的, 他们反而可能干你上手,两三月一面试就造到工作了。 是吧,看来看来在这边面试还是, 语言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因为我面试中反正遇到了具体的技术问题还真不对, 所以给不了太多的建议。 而且就像那个同学说的,可能因为那些manager他本身这个, 他是干技术出身,但是他应用的那些技术都是以前的比较老的, CM的相对比较新的,他也不见的时候很明的。 是,当然我刚才说到这儿了。 他不错啦。 对,因为我面试都不知道张云南。 我后来以前还问到一个人问, 他后来再问答案跟那个他原来面试, 好像我答的全错误了, 一样找人。 一样找人。 确实我也有这个感觉, 我后来就是工作当中有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回想起来就是可能面试的时候问过类似问题, 但是我完全答的是驴唇,不对吗? 但是人家面试的时候不会告诉你答案, 人家说啊,OKOK。 线上同学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吗? 太快了,非常感谢你。 谢谢,谢谢。 那个线上同学没有问题吗? 我们线上有那么多人,大家都很快的吗? 11个人呢? 他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就是他之前跟这个CRM对他的这个学习有什么帮助吗? 我之前有R7的背景, 我会整个这个背景。 然后我更具体的R7, 但是我R7的背景不是这样。 你了解了吧? 现在我在路上还在想我们的项目的同事, 你问问他们能做吗?他们真的能做。 你把它放在一个公司里面认识职位上, 我觉得他们能做,能胜任。 你难道没有信心去找工作吗? 而且我们做的能胜任我们项目,一定能做他们的项目, 没有问题的。 所以没有问题,就是找工作。 因为我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来给大家讲课。 你看我讲云计算,讲大数据,讲CRM。 但是我在职场,如果我在职场工作, 我们真正在做很大的项目, 我不需要了解这么多东西。 现在我所掌握的这个知识体系,是我以前的数十倍。 为什么?当我给大家来讲课的时候, 我需要所有的都cover。 但是当我做项目的时候, 一分之一,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 还有一个,你比如说数据, 我还给大家做比较,做数据。 那比如我在微软,他们有一个测试船在我下面, 我要看一下测试的一个报告,知道吧? 那他们是做测试的,了解吧? 他们对这个数据,对这什么OLTP, OLAP, 什么这个BI,一概不了解的。 第二天,非常好的那个visualization, 就放在我桌前了,就在我机场转世了,非常棒。 那你说,那你通过这个看到, 你说做BI是不是很神奇啊?不是的。 他们有素质,就做IT人有素量之后, 他非常快,你知道吗? 他甚至他,我就说给大家, 我今天大概给大家强调什么是OLTP, OLAP, 大家都很清楚吧? 但是我告诉你,当时给我来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一个一般的测试人员,是个女孩。 她在我谈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OLAP, OLTP, 根本不知道这些概念,知道吗? 但是她能把它做出来,让人看到了。 那你想,她第二天就让我看到了。 那如果,我就说她做测试的, 如果你给她一个job,是BI developer, 你认为她一个月做不下来吗? 做下来了,绝对做下来了。 那个我下面那个test manager, 因为我当时要回来,我想问她, 我说她盯着,我盯着了。 我说你多少一个人到你的team run pub, 你要去多少时间呢? 我问她要多少时间呢? 就是说她一点这个test的概念都没有, 到你那去做test。 我说多少时间? 她说三个月。 我就看她说三个月, 一个月就行了。 你看到吗? 一个月就行了。 所以说我就给大家这样说呀。 做IT, IT就是当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IT是你能, IT是给现在越来越多提供的是一种工具了。 你当你要学coding, 这个learning code要比较长一些。 但是现在很多做IT的, 它不需要coding了,对不对? 所以是你迅速的对这个知识体系掌握, 然后用它来解决问题, 解决你实际的问题,就能做了。 不是说你现在能做, 你们都能做,知道吗? 所以说不应该有任何的这种道理, 就觉得哎呦, 我做不了, 我的知识体格不够强大。 不是的, 因为在职场里面是你怎么做事情, 知道吗? 而且IT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 一定是持续学习的, 而且学习是一种习惯, 并不是你很痛苦, 你像在职场学习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所以说没有问题, 大家绝对可以做, ready了,自己ready了, 找工作,去找去,去punch,去搏纱去, 是不是? 但是找工作是最艰苦的事情, 这是肯定的, 是吧? 所以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但是没有问题, 别人能走的路, 你们都能走, 不可能, 小小的大路就在那, 每个人都去走, 不能成功, 是不是? 没问题 是呀? 没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